音樂是無分各界的共通語言 隨著不同的音樂節奏 會牽動你不同的感覺 當你進入音樂小棧的時候 請你放鬆心情 盡情享受音樂 每逢星期二 節目主持 子欣 會在音樂小棧節目裡面 為你準備好豐富的音樂呈現 記得來慢慢品嘗 www.oneclicksoeasy.com one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劉房按揭101 節目主持何潔文 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大家好 歡迎收聽劉房按揭101 我是節目主持何潔文 在我旁邊就是專業房屋按揭顧問 宋一良Alan 還有我們的嘉賓主持Alan 你好 何潔文 你好 各位聽眾 大家好 Alan 王家銀行最近出了一份報告 它就說 溫哥華近幾個月的房地產市場 是漸趨活躍 二手房屋銷售在第二季 更加上升了14% 那些獨立屋平均屋價已達到82萬 而一些兩層高的獨立屋 剛才我提到的是一層的瓶格魯 現在是標準兩層獨立屋 更加超過了85萬 平均屋價 而柏文的平均屋價 也接近了40萬 好像真的升得很厲害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但我又聽到有些地產經紀告訴我 有些人放盤放了一整年都賣不出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想都有很多原因 令到屋子賣不出 但近來我也都發覺 尤其是Open House 也有很多動牌之後 已經有一個Soul Sign 加起來的時候 可能市場也真的非常好 開始活躍 但如你所說 有些屋子也發覺 真的掛了牌 整年都賣不出 其實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當然最主要就是 政府近來修改了 按揭的規例 很多人也都看著市場 靜下來 於是當然是隔岸觀貨 看看情形 值不值得入市 但其實除了按揭公司的要求高了 令到人拿不到按揭之外 賣樓自己本身 其實也有很多其他要注意的事 對呀 因為說回這個 賣亦都賣不出的屋子 當中有很大部份 當然是一些比較貴的屋子 例如看看Shawnessy Shawnessy其實是溫哥華 大家都知道 比較貴的區域 屋子又比較貴 又比較貴 又比較大 我的地產經紀朋友 不僅僅掛牌百多天賣不出 有些差不多年半都還未賣得出 譬如Shawnessy 現在是有93間獨立屋 是準備賣的 但整個7月都賣得10間 如果這個速度賣得這麼慢的話 我想賣一年都未賣得完 不要說到這麼貴的區域 或者看看一些比較普通的區域 例如我們華人都比較喜歡的Bernaby的Metrotown地區 很多人都在那裡居住的 但情況也不是好得很多 那個區域現在是有20間獨立屋 是求售的 但7月份只是賣得到3間 有好幾間 掛牌真的差不多接近一年了 都還未賣得到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那些人賣屋是很有趣的 我以前也說過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看樓的 有空無聊我就去看樓 因為我覺得去看樓 就可以明白到 除了那間屋本身的情況之外 亦都能夠明白到 周圍的環境 適不適合我自己居住 或者是有些什麼可以改進一下 有些什麼需要注意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 很多人都不需要自己開車去看樓 因為網頁上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變成很多人就會在網頁上看一看 然後才決定去看哪一間樓 但是當你賣樓的時候 有些很奇怪的現象 很多時候人們就說 一個嗜好或者是有需要要賣樓 可能他當作是投資 或者想轉樓 由高的轉樓低的 或者由低的轉上去高的 每一個人的需要都不同 但是很多人一放這間樓上去網頁的時候 他就立刻做了這件事 其他事情他們都沒有考慮過 所以我覺得 你想賣出一間房子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都是要找一個專業的地產顧問 來幫你 因為他們是專業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不是幫他們賣廣告的 但是賣樓其實有很多事項要注意的 我有個地產的朋友跟我講過 他給我兩張照片 其實都說得很貼切的 就算你一間屋 現在就這樣拍一張照片 是很普通的 但是如果你退後一點 站高一點 拍同一張照片 你就會發覺 效果是非常非常之不同的 因為你就這樣在一間屋前面拍一張照片 又拍不完整間屋 人家看不到周圍的環境 還有你這間屋在低角度拍 和在高角度拍的時候 整間屋的氣勢都不同 變成你買一間屋的時候 有時候所謂的第一印象 一看 咦?這間屋 很漂亮 其實都是同一間屋 只不過是因為攝影的角度不同 有時候你看一下 屋內的陳設 你看一個廣告 它拍屋內的廚房 好像窄蚊蚊 整桌都是東西 但是另外一張 你會發覺 咦?它也是 廣告鏡 拍攝一個廚房好像大很多 同時在尾拍照之前 把廚房收拾乾淨 變成看起來的時候 就有一種清新的感覺 不像背盤狼藉 堆滿了 都是不同的廚房用品 變成好像沒有廚房 這些又是一種第一印象 所以不是隨便拍一張照片 放上去就賣廣告 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小提示要注意一下 我記得看電視也看過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看到有些人準備買屋 起碼 就算不帶裝修 都找人回來清潔過 收拾過一些東西 好像一間Display Home 做得很漂亮 等人們走進來 就已經愛上了這間屋 就可以快點買 其實也是對的 因為我帶過一個朋友 去看過一間屋 我自己都在那邊 掩著嘴上笑 第一件事 去到那間屋的前面 我的草地又未剪 草場及塞 進去裡面 好像打完風一樣 我們都在那裡笑 不是給賊入屋 底衣服 由樓上的房間 一直落到土庫底 那個洗衣服 四處都是 那是否重要 不要緊 主人的生活方式是這樣的 不要緊 但是不要忘記 你現在是想賣你的房子 那你那個賣家 究竟他們喜歡什麼東西 那些東西不是給自己看 是給別人看 所以你說得對 撿一撿 有時候也不需要 撿得太漂亮 有些人 你說真的 哇 好像Display Home 那樣 又好像過分了一點 覺得好像 咦 不是呀 看起來 以前可能都不是這樣的 不像一個普通人住的地方 那你又開始懷疑 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他要蓋起來 不想你看到呢 所以 總之 每樣東西都要適中為止 那也對的 其實最好 都是真的可以 直接親眼去慢慢看 有時候看網上的照片 我覺得真的不可信 是的 只不過是一個方便 拿一個概念 當然 最好就是有一個好的地產顧問 可以幫你 帶你去看 很多時候 你都發覺 你走過一間屋 你進不到去看 那就是等於沒有看 是吧 那你不看過 又千萬不要買 尤其是買屋 都算是人生一個很大的投資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 但是 如果你想賣屋的時候 你會告訴別人 你會說 我只要買約會 現在這個社會的人 生活這麼繁忙的時候 你限時限刻 人家又說 不要緊 我有其他的選擇 那別人去了 看了第二間 買了第二間 所以其實最好是辦公室 公室一定要做 不過你也要很小心 因為很多時候 你又不知道 什麼人經過你的房子 所以都要小心一點 有些貴重的物品 你又要收回它 但是其實除了公室外 最重要是設立一個好的價錢 你要做了準備功夫 除了整理好房子 做了一些維修 將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放在一邊之外 開始賣之前 你那個定價 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如果跟市場的價格 距離得太大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買 因為現在的資訊發達 人人都知道 這個區 這種房子 應該大約是多少錢 所以如果你定價太高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有其他選擇 那些人就會去其他地方 當你把房子放在市場 那麼久的時候 你又急著要賣 那你就會說 那我降價 但是其實 羊群心理而已 當你一降價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 咦 這間屋價有些問題 所以他要降價 很少人會想 或者是他最初價錢 提得太高 好了 一降價的時候 尤其是那些 有資深經驗的投資者 他就可能會壓你價 或者是你急著要賣 那你急著要賣 那我不急 那我當然可以多些 negotiation power 就是談判的能力 變成你就自己吃虧了 那你說 我不可以再跌價了 那別人說 你不跌價 我就不跌倒你 因為最重要是有其他選擇 其實賣樓是一個 非常非常高競爭的市場 說回來說 最好找到一個好的顧問 就是有資深經驗 他可以幫你 做好準備的功夫 到時候 真的需要出來賣樓的時候 就希望能夠幫到你 快點買些屋 對的 其實真的有時候 自己又不懂得那麼多 應該找個專業人士來幫忙 是的 因為有些地方 那些屋的環境不同 譬如你這間屋後面 有一條溪間 有些屋後面是大樹林 甚至乎 可能你這間屋 沖正人家是大馬路 風水問題 是不是風水問題 這個也都 其實如果你說 尤其是做華人市場 甚至乎 現在加拿大市場 他們都開始 比較著重這些問題 但是其實也不只是風水 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好一點 就是吸引人家多一點 譬如你說 種一排樹在前面 就好像一個圍欄 那樣 這些就是一個資深的房地產顧問 應該就可以幫到你解決了這些問題 變成你同一間屋的時候 你做得好不好 譬如你屋後面 是有條溪間的 如果你有圍牆 或者有一排樹種了 那就挺漂亮的 但是隔壁那間沒有的 如果你說有小朋友 人家會覺得 咦 哇 很危險的 我的小孩在後面玩的時候 容易掉到溪間那裡 所以人家可能就選你隔壁那間 因為他有個圍牆 你又沒有 所以這些小提示 有時有時都要注意一下 不過這個世界 就真的 什麼人都有 什麼事都會發生 也可以說是無奇不有 有些屋都賣不出 雖然這些提示 你剛才所教我們的方法 都是可以增加我們賣出的機會 但是我們也看到 有些屋是貴到天價那麼高 但是就很搶手 真的很奇怪 你有沒有聽過有些屋 貴到幾千萬一間 唉 這些就很綁碎 因為你想一下 一個國家裡頭 有這麼多人 建了這麼多房子 在不同的地方 加上市場的供應需求 所以那些屋 一千幾百萬都不是奇怪 當然要看看那間屋是怎樣 好啊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 再說說這些天價的鬼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那看我七旋斬 再看我流星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1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舌劍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 到時見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1clickradio 1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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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1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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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劉房按揭101 節目主持何傑文 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繼續劉房按揭101的時間 在休息之前 Alan你跟我們說了 我們想賣一間屋 快點可以賣得出 有很多技巧 我們要懂得怎樣做 但我們亦都說到 原來有些屋 不一定是說便宜 便可以賣得快點 因為有很多 貴到幾千萬一間 是很搶手的 其實原來看回 我們BC省 也有很多有錢人 BC省 有錢人就多羅羅 買屋和賣屋 都是一個很不同的市場 有高價市場 亦都有平價市場 政府不停鼓吹 最重要是有些 普通市民都可以賣得到 但是玩過頭來講 有錢人 他買些名貴的屋 為什麼不可以呢 你看一下 根據這個 McClean雜誌 他最近有一個報告 這個叫做 Jimmy Patterson 就是BC省的首富 我肯定都知道 是的 在70年代的時候 我幸好有機會認識得到他 記得他們當時 只借了幾萬人 在美街開了車行 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有魄力 有幹勁的商人 他對那些伙計 亦都是非常之好 但是他的要求 亦都是非常非常之高 傳聞就有說 他做車行的時候 凡是那個月賣車 賣得最低 數目字那個 他就會解僱了 他了 不過這個 只不過是以我傳我 我對人不斷說 其實他就不是 他真的不斷說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心的人 而且他對社會社區 他很大的貢獻 所以他今天成為一個首富 都是應該的 所以如果你以Jim Patterson 今時今日的新價 買一間一千幾百萬的房子 其實不是難事 他不止一間車行 也不止一間屋 他有很多生意 還有很多間屋 我只是聽過 Jim Patterson 那些人說 他做事是很勤力的 他一天做十幾個小時 所以也值得他成功 話時說 他的屋 究竟買了多少錢 我就不知道 但是根據Urban Future 這個機構 估計 溫哥華貴的屋 哪些為之貴呢 有多少間貴的屋 總共他都畫出 有473間 價值超過750萬以上 而這470多間屋 大部分都是在溫哥華西區 和西溫的 當然其他地方都有 Visla Victoria Suri Bernaby White Rock 都有 不過價值超過2000萬 就只有在溫市西區和西溫 才有這麼貴的屋 那你看看溫哥華市本身 他有這麼久的歷史 譬如你說 在Davy街 有一間 以前我們叫做The Mansion 是一間 改了做餐館的大石屋 是以前的 BC唐廠的老闆 是一個住宅 在Granwell街 和57街 Shannon Mule 一間 又是非常非常大的豪宅 他除了大之外 他也有這樣的歷史價值 所以加起來 是幾千萬 實在都不是出奇 不要說到 Jim Patterson 或者這些大有錢人 我有個朋友 他住在Pont Gray 我記得在20年前 他用了250萬 去買他現在的屋 那一間叫做大屋 但就不是那些大屋 它是一間普通人住的屋 3000呎屋 5000呎地 那些 但因為他在Pont Gray 可能的地位有關係 那時候都要250萬 我已經看到眼都突然 我說 要用250萬去買一間屋 20年前 我打算用25萬去買一間八門 也不是Pont Gray 那時候我打算買一間 Town House 25萬我都已經買到了 他說用250萬去買他的屋 我當時都已經眼瞪瞪了 他就說 他附近 在Belmont Avenue 那裏 他旁邊有一間屋 現在叫價3,900萬 而在同區 其實我們的前省 Eric Hanberg 也有間屋 在溫西 他的屋 現在叫價3,500萬 要買 買屋的東西 要看時機 人家的好命 早 那時候的屋價 還是便宜 人家也有這樣的 身家財產 可以買得起 一間這樣的屋 這個 又不可以羨慕別人 我有個朋友 真的在70年中 那時候剛剛 加拿大 也有一個 recession 那裏 他在33階 和 麥當勞 左右 他有一間 挺漂亮的屋 他都說 我買屋 我買過一間 我還在笑 現在有個recession 他說 是啊 我看中了一間屋 那時候 賣120萬 但是 成交 好像 九十幾萬 他說 哇 都是值得買 省了三十萬 你想想 70年代的時候 真的 那時候買一間屋 都好像 五六萬 已經買到一間 非常非常好的屋 但是 人家有錢 買了這些 成百幾萬的屋 你想想 那時候 百幾萬 差不多 現在都是千幾萬 最少 他那時候 買了一間屋 住到現在 他那間屋 都不是出奇 總之現在的屋 這麼貴 變成真的 不僅是香港 溫哥華 都一樣 想買屋都難 難怪現在 每個人都去買 柏文 買 康島 那樣 你不要小看他 雖然 那個統計說 B.C.省有470多間 高價屋 當然 大多數 都是獨立屋 但是 康島 自己本身 聽說都有30間 有6間 還說 1500萬 至2000萬 之間 嘩 康島 都要2000萬 早一陣子 我看到 CANUX的龍門 Roberto Larongo 最初打算走人 他就 放盤 賣他一間 在Downtown 的Partman 他叫價400萬 我都已經 嘩 Downtown 的Partman 都要賣400萬 嘩 真的厲害了 不過這樣 他的房子在頂樓 風景很漂亮 對 有時候我看 我的地產朋友 的網頁 你知道 我們做 按揭這一行 和地產商 都很有聯絡 很多時候 我們的地產朋友 他們在網頁上 出售 他們的 listing 其實 三次四百萬 是很平均的 所以 你說 一間 像Ruongo 那些 Pent House 他賣400萬 當年 算是高價 但現在 建了很多 新的 又高些 又大些 當然 很多這些 康島 其實 涵到進去 裡面 的時候 大酒店 都未必有 這麼漂亮 一樣是有 大堂 有很多不同的 amenity 有很多其他的 副設品 你可以用的 不是普通 我們隨便買一間 柏文 那麼簡單 但是 講還講 你現在想在溫哥華市中心 買一間樓 都不容易 尤其是 你說住在 Cold Harbor 或者是 Granwell Island 對面 Fors Creek Area Pacific Boulevard 那些屋 都是相當之貴 但是 你要明白 那些屋 本身也是 設計得非常之好 你進去大堂 那裡 好像酒店一樣 亦都有看間 有很多其他的設備 例如 你坐升降機 只可以去到 你自己的一層 你下去 停車場 亦都有保安設備 這些 當然 就是 令到屋價這麼貴 很重要的理由 那怎麼說 都是很貴 雖然是很漂亮 但是這麼貴 怎麼買呢 能不能拿到按揭呢 當然可以拿到 為什麼拿不到 因為按揭的過程 我不管你買一間 十萬元的屋 以及買一間 一千萬的屋 其實那個過程 都是一樣的 總之 看看你那個 申請按揭的人 合不合格 就行了 譬如你說 買一間五百萬的屋 或者是五百萬的屋 你看一下 可能原價 是六百至七百萬 左右 但或者市場不好 那些屋價跌了 你作為一個買家 那當然是好的入市的時機 那是 起碼買便宜一二百萬 都幾多錢的 是啊 那你說 我買一間五百萬的屋 如果我可以能夠 擺得到三成半 甚至乎五成首期的話 三成半的時候 你的首期就是一百七十五萬 那你就拿過三百二十五萬的按揭 是啊 那你每一個月的供款 大約是一萬七銀 那你說聽說 好像天文數字 有很多人 就是平均普通市民的收入 三四萬已經非常之好 那你有差不多一半的供樓 那很多時候 我們又要加上這個地稅 其他的費用 那你圍到差不多一萬八銀一個月 嗯 好了 平均來計 就是說你要有大約是六十七萬 一萬至七十萬收入一年 那然後呢 你才是可以合規格去買這間屋 或者你說 啊 我可以擺下五成首期 那時候呢 你每一個月的供款呢 就是大約是一萬四千元左右 那就是要有五十萬元一年的收入呢 才能夠符合到這個 拿房屋按揭的資格 哇 這個要求呢 就是看一下對什麼人 你說對我們普通人來說 我們一年都是幾萬元人工 那當然是不可能 那我相信他這些目標呢 就是打擊那些高收入那些做生意啊 可能每年都賺很多錢那些人才行 那當然啦 那我們剛才說嘛 BC省其實都有很多有錢人家的 譬如你是球星啦 尤其是你打學棋那些 那他們每一年都幾百萬元收入啦 嗯 甚至乎是明星 很多很出名的明星 都是住在溫哥華的 是 那他們的收入也都不錯 甚至乎你是大公司的總裁啊 或者是政客啊 那你每一年的收入都很好嘛 那你除了自己本身的收入之外 那可能也有其他的投資啦 嗯 其他的收入那你加起來的時候啦 一百幾十萬元一年的收入 那買一間五百萬的房子 那跟我們普通小市民 五六萬元一年收入 那你去買一間三四十萬的公司 其實都是對比的而已 所以看看什麼市場啦 不是說每個市場呢 都是適合我們的 是我們減一個零咯 那又很難說的啊 有時候 你怎麼知道呢 尤其是你說自己有小生意的 Donny.com 這麼成功的時候 多少人是賺到很多錢啊 你想啊 Bill基他們那一班 都是在土庫那裏出身的嘛 但是 他們現在個個都是富豪啦 嗯 所以呢 經常都要記住 機會呢 永遠都有的 但是就要看看自己 機會到不到 還有你勤勤力做工 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呢 大家都可以買到這些幾千萬的房子 嗯 不過其實呢 剛才你說那些明星啊 政客啊 總裁啊 那些其實有很多隱形的富豪呢 我們看不到而已 因為譬如做生意那些 其實每年賺幾十萬 真的一點都不出奇的 不過那些是不出名的 我們不知道而已 還有新移民呢 有很多新移民呢 有很多新移民都很有錢的 不過他們未必一定是 符合到資格 拿這個按揭的嘛 但是其實我記得你很講過 新移民呢 如果是五年內買屋呢 是不用看收入的啊 那其實他們啊 分分鐘可能都是這些豪宅的買家來的啊 是的 很多時候 尤其是新移民 他們本身在自己的國家那裏 是賺到錢的 那他們過來這邊買 那也都不需要說一定要是用現金買的啊 那那個按揭的規例呢 就是說 政府是幫助那些新移民 那他們剛剛來到的時候 那他們未曾有工作啦 也都未曾有這個信貸積分 所以呢 政府就說 我們可以幫你呢 如果你來到五年之內 你想拿一個按揭 你符合其他的資格的時候呢 那我們呢 就不會太過執著你的收入是多少 那你可以拿到一個按揭的 但永遠這個記住 是看你定居那一日是幾時了 譬如你說我九四年呢 已經年輕了 但我又回了鄉下幾年 那現在回來 你就不再符合這個資格了 嗯 我知道 因為一定要是五年之內 還有呢 有時候呢 你想想想 這個世界呢 真的很多有錢人 但是呢 譬如你說他們在埃及啦 或者是現在近來 Syria 這些這樣的地方 那個政治局勢 那個不穩定的時候 那他們那些有錢人 拿著這些錢 那他們都很擔心的嘛 那他們一定是要找些地方呢 可以來到保障他的投資 那當然加拿大就是一個非常之理想的地方 所以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買家的 是 不過如果真的覺得貴呢 可能或者想一下 在溫哥華以外地區啦 因為其實除了溫哥華 其他地區呢 也都有一些很漂亮的樓的 那下一次不如你和我們說一下 其他地區有些什麼的選擇呢 好啊 除了溫哥華市之外 其實真的有很多地方 都是很理想的居住環境的 所以我們不妨下一次 再多些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些資料啦 好啊 那如果我們有問題要問你呢 怎樣可以聯絡到你呢 有問題請隨時打電話給我吧 我電話是604-789-8662 604-789-8662 那在我們這個節目的專頁裡面 大家也可以找到Alan的網頁連結 那這集我們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聊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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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有正氣 集言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日聲 與人 喂喂喂 你幹嘛享受背正氣歌 就要一 click Radio 我都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都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 那節目標記著 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氣不同鄙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